蛋了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這兩格 哎呀 我剛才為什麼會錯呢 這邊 是在這裡 所以這裡兩格 這邊五格 看起來怎麼不是很對稱 還是我視覺上 這三格 對啊 OK 再來 這裡 這裡 往下兩格 找出他圓心 所以這裡圓在這裡 再來 記住 這裡的線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跟這個是平行的 所以他也是 斜的 這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這裡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 會比較難化 所以這個 一樣 這應該是一格啦 所以我們這裡的線是要從這裡接到這裡 這裡要特別注意 這樣子接過來 因為這 兩條線是平行的 接過來 接過來之後 這裡是兩格嘛 所以這裡往上兩格 所以 這裡要特別注意 他畫出來應該是像這樣子 再來 後面的線 要特別注意一下 老師都是用點對點 比如這裡是A V C B B 所以你注意看 這裡是A 這裡是B B跟C在同一條直線上 所以D D你就要來研究一下 這裡過來兩格 所以過來兩格 所以這裡有一條線 是D 所以D跟C 有沒有 D跟C 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這虛線所以這有的同學就看錯 所以這要特別注意 A到C 所以A到C V到C V到C 所以這裡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轉折 所以這裡要有虛線 所以這虛線是一直過來的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一直過來 所以這裡是對稱的 再來要檢查 所以這邊還是有一條線下來 所以這裡還有 所以這個都要檢查清楚 所以這裡 好 所以正視圖大概就這樣子 再來換上視圖 記住我這裡是畫簡圖 所以我沒有畫 那個尺寸標註的空間 你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3格 1 2 3 6格 好這裡 這個外觀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 比如這裡是A D就是往裡面兩格 這裡是D 所以C也在這裡畫過來 C到B 對不對 V到A 所以 A到 C 要特別注意喔 C也在這裡喔 所以這裡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兩個 所以 你看 A A 這就很 有時候這明明是寫的 看起來是寫的 可是它是一條 等一下 A到B 這邊是兩格 所以你看喔 V跟C AC跟 AD會重疊 所以你這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你這樣 V在這裡 這裡是三格 這是像這樣子 我錯了 C在這裡啦 難怪我覺得怪怪 C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所以 AC要連在一起 AC要連在一起 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 不要被這困擾住了 它是這樣子 不對喔 我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我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它這裡有一條線是 我這裡 下來垂直 好 它這個高度不一樣 所以 D在這裡 A D 所以這裡 等一下 這裡高度 D D 如果這裡是E 這裡一個E 這裡一個 F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注意看喔 它這裡是傾斜下去的喔 F 跟D 是傾斜下去的喔 所以這個是一個斜面喔 有沒有 所以這要特別注意 這裡是一個斜面 所以F 跟E在這裡 所以這裡OK 再來換這邊應該是對稱的 喔 所以這體裡面藏了很多東西喔 所以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喔 再來 所以這個是上市圖 還有還有圓 要特別注意 喔 這裡是 進來的 所以這裡有虛線 這邊也是進來的 所以這裡有虛線 哇這一台 這一體也太難了吧 換這裡 哇這裡又有虛線 這樣子要對上去喔 所以這裡 不是在 不是在這個焦點喔 所以這個要 又要對上去 所以在這裡 這體真的太難了 所以這裡有虛線一直過來 我用有顏色的 雕註一下 我找一下尺 所以這個說實在 這一體 這樣 雕上去 這裡是這樣子衝去的 好 這裡是這樣子上去的 再來這裡要這樣子上去 這門 全部答對的同學一定很厲害 等一下我再錄 影片 等我一下 所以這個是 底下的喔 這一塊喔 好再來 右側視圖 右側視圖一樣 我這格兩 他寬度還是不變 三格 來這裡就比較簡單了 我先把這裡劃起來 再來 這個高度是這樣子 所以V在這裡 C在這裡 豬在這裡 所以這邊劃下來 A豬還是在這樣子 A豬 可是F在這裡喔 F在這裡 對不起 F在這裡 E在這裡 所以他這裡是要這樣子 傾斜下來啊 他是有虛線的 檢查一下 這裡 A C要連起來 A豬 所以 有緣記住 不要忘記中心線 所以中心線老師先標一下 免得自己忘了 所以剪圖畫出來應該是像這樣子 這題 真的有點難喔 等一下 詳解 等一下 這是坨 的這幾年 這邊的確是 希望